是不是我无论是谁 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会一直喜欢我 小语 别做傻事啊 出客 你要好好活着 文艺新火时代同行 环球时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超越 这个剧本小说 人物非常的有趣 以及故事是那种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很喜剧的存在 但是他会突然虐你一下 这种甜虐交织就还挺吸引我的 甜的部分是他的过程 虐的主要还是他的每个段落的结尾 勇敢的爱 不管结局是怎样 结局纵然是有些许的遗憾 但是这个过程是美好的 这就够了 我们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感情就是不断的纠缠 不断的磨合 不断的找寻自我 因为看小说其实是自己放松的 但是如果你要演绎这个人物 可能会需要考虑的更多一些东西 你要去自己去琢磨 将这个人物更加丰富化 就很开心 能把这样的一个人物 真真实实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自己觉得荣幸吧 将他演绎给大家看 希望通过我的演绎 让这个人物获得大家更多的喜爱 我更喜欢宋祥云那一次副本 和《出空仙君》下凡 作为人类第一次的一个副本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从抗拒和《出空仙君》下凡 到慢慢地喜欢上他而不自知 青梅竹马同小一起相伴长大 那种心动而不自知 以及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仙君也有脆弱的一面 就很心疼他 一点一点地意识到对他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也正视了陆长空这个身份 他是真实独立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间的 直到为陆长空挡下那一件的时候 他才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想用这一次副本的生命来换取陆长空 在这个世间多多存活一些时间的机会 感受就是大家都很年轻 都很希望得到年轻人的认可 希望他们可以喜欢 以及为此领成一股神 一起去做好这件事 这个氛围感会让我觉得 做这个事的时候很有幸福感 以及现场发生的一些好笑的事 都会觉得是比较好的回忆 会 当然也有一些紧张 有一些忐忑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 他们也很期待 期待那么高的时候 就觉得好忐忑好紧张 超级紧张 还是挺有压力的吧 因为其实大家的审美啊 不断地换特别快 很害怕跟不上大家的脚步 打几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零开始的 一步一步进步 所以我希望这个分数 对于观众来说 他们来打才是更有意义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只能保证每一步 都要有一点点的进步 随着时间的退役 然后年龄的增长 我就觉得 大家会看到我更多的一面 因为我觉得 有些东西不是你加一个人设 你就能让大家感受到的 我觉得还是要一些时间的沉淀 和你的一些想法上的改变 会让你这个人气质会不一样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我未来的每一天吧 希望我的成长总会有一天让他们觉得 骄傲 如果可以自己安排一个副本的话 会怎么设定 自己安排一个副本 我觉得就安排一个 荒岛 荒岛探险 有没有设计小细节 帮助自己区分享于每次的身份 大体来说 每一个角色 它其实性格底色是差不多的 但会不一样的就是 杨小祥那个副本 它是没有带着曾经的记忆的 更像一个单纯的新生儿 我内心会把它更当做一个 比实际看上去更加小一点的小孩 因为它很单纯 很依赖师傅 下一部剧想拍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现代 想拍现代